诗篇第九十篇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 你使人归回尘土,说 是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 在你看来,千年好像刚过去了的昨天 又像夜里的一惊 你使世人消逝,像被洪水冲去 他们好像睡了一觉 他们又像在早晨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雕为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烈怒而惊恐 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脸光之中 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如果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可夸耀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 我们也如飞而去了 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 要到几时呢 求你回心转意 求你连续你的仆人 求你使我们早晨 保偿你的慈爱 好使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 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 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彰显 愿你的威严向他们的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的神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 愿你为我们的缘故 建立我们守所做的功 我们守所做的功 愿你建立